挖课堂 要不要猜邂逅语啊 爷爷 邂逅语是什么呀 邂逅语啊 就像是谜语 我们可以根据前半部分的提示 猜出后半部分哦 芝麻开花 后半部分应该是结结构 恭喜你 答对了 芝麻开花 结结构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自己去故事里看看 就知道了 寻找芝麻花 谢谢你们带下来这么多松果 哦 不客气 小松鼠 你知道在哪能看到芝麻开花吗 芝麻 芝麻是什么 芝麻是一种植物 我们想看看它开花是什么样子的 我爷爷说芝麻开花结结构 开花 芝麻是一节比一节高 我知道了 跟我来吧 你们看 它一节一节的 又很高 还会开花 你们找的肯定是它 不对吧 这是竹子 我认识它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里 真的是一节一节的 还是高高的 芝麻找到了 我说的没错吧 奇怪 芝麻花在哪里呢 你们想对我的甘蔗 做什么 你说什么 这 这是甘蔗 对啊 所有的甘蔗 都是我的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人哪 我好饿呀 我这个袋子里有好多好吃的 随便拿 芝麻 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芝麻 你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呀 就在那座山坡后面 那我们快走吧 我的袋子 我来拿 哇 这就是芝麻花呀 我想起来了 我见过它开花 下面的一节先开花 然后向上一节一节的 逐渐开花 哦 原来芝麻花是越开越高啊 这就叫芝麻开花结结高 哈哈哈 爷爷 我们知道芝麻开花结结高 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它还有别的意思呢 还有别的意思 现在我们用它来形容 生活越来越好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爷爷 芝麻花 好好玩 我们来猜猜别的邂逅语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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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小讲堂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习了邂逅语 芝麻开花结结高 歇后语啊 就像是一句好玩的谜语 中间有一个长长的破折号 把整句话分成了两部分 前一部分向谜面 后一部分向谜底 我们可以根据前一部分的提示 猜出后一部分的内容哦 现在我来说前半部分 你来接后半部分 好吗 爷爷说芝麻开花 你该说什么呢 没错 就是结结高 每一句邂逅语 都有自己特定的意义 比如这句芝麻开花结结高 人们会用它来形容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 就像芝麻从下往上 依次开花 一结比一结高 爷爷也助你的生活 芝麻开花结结高